音樂 哈囉 這裡是NeoZone 今天要開箱的是 Benz Half Cap 這雙鞋是 Steve Caballero的選手款鞋子 至今已經有超過三十幾年的歷史了 那三十多年來這個鞋子一直都很受歡迎 然後我是看到別人穿覺得很好看 然後自己也入手 打開發現有多送一雙鞋帶 那這是Half Cap的樣子 這雙鞋子是三十週年的紀念款 那有出藍色跟米色兩個色系 我選擇的是藍色 這個後面的側標翻起來可以看到 這邊還有Vans的字樣 一些小細節 這雙鞋以前叫做Full Cap 是高筒的 那很多滑手直接把它剪掉 這個筒身剪掉變成中筒的 所以就一半叫做Half Cap Half Cap比較受大家喜歡 對腳踝比較不會有一個卡卡的感覺 那這雙鞋聽說跟原始的Half Cap 做了一些升級 像是鞋墊使用這個Pub Cush 這個比較厚的材質 所以增加了緩衝性 所以舒適度也提升了 那另外為了避免鞋蛇的滑動 裡面可以看到這個部分有一個紅色的 不知道看得清楚嗎 紅色的部分 將鞋蛇做個固定的鬆緊帶 可以看到整雙鞋表面都有這個脊皮的材質 很適合滑板 那我在網路上看其他的側屏 有些是只有鞋頭部分做脊皮 那後面其他部分是用帆布的 可以大幅的降低這個重量 那我這雙是整個都是脊皮的 這其實很有分量感喔 整雙鞋是非常的扎實厚重的感覺 整體的造型是非常的好看 非常有復古的一種感覺 鞋底的部分 Wavo的這種鬆餅網格狀的部分 在前面的部分還做了一些加強的配置 那這樣子摩擦力會更加的好 這就是這雙鞋整體開箱的一個造型 那外面出非常多的顏色喔 黑的白的米色的 甚至還有粉紅色也超好看的 所以大家可以參考參考 那接下來我們實際上角 看看它的感覺如何 鞋子在走路的時候 從上往下看的視角 覺得鞋子的畫面非常好看 那外面那一圈擺得也非常的明顯 所以其實非常好搭穿 那走起路來呢 感覺走起來是非常的舒服 然後整個非常有包覆感 尤其是整個外圈 感覺是做一些加強 所以是很有安全感的 那騎腳踏車 因為它的Wavo的表面其實 抓地力也是很好的 所以踩的時候是非常穩固安全的 那我唯一感受到一個非常大的驚訝就是 雖然它是中筒的 但是我走起來 我的後腳跟會脫腳 就是後腳跟會跟後面做一個摩擦 所以走起來的時候 是有點會脫腳的感覺 其實我把鞋帶都綁緊了齁 也是一樣的狀況 而且這雙鞋我並沒有買太大 在整雙鞋穿起來是剛剛好的一個狀況 雖然沒有到不舒服 但是就是還是覺得怪怪的 就是感覺後腳跟會被摩擦的感覺 那接下來我們來滑滑板 來看看滑滑板的表現吧 首先一開始玩滑板的時候 會覺得這個外面這圈白的 非常的好看 在滑滑板的時候在視覺上 你在踩這個站位的時候 是非常很好找到站位的 尤其是沙子牛是黑色的 在這個對比的情況下 所以其實找站位非常好 那我原先以為這麼厚重 比較胖的鞋子 他的板桿會不會很差 其實還好 整個滑起來 也並不會說卡卡的 其實腳踝的運行上 也是非常的順暢 但這雙鞋 玩Ramp的這種情況 其實感覺也是正常 抓力力很好 那腳踝也不會卡 非常的順暢 只是我對他還不是很習慣 因為新鞋嘛 那另外透過網路上測評 我自己也知道 真的是如所言的 他這雙鞋 需要Breaking in的時間 就是需要一個磨合期 因為他是比較厚 比較僵硬的一個 新鞋的一個情況 所以真的是需要跟磨合 那我猜測是滑久了齁 等他真的Breaking in之後 這雙鞋會變得非常好穿 那如果要不要只有 Breaking in的時間的話 我是蠻建議 Carry Yuma的 巴西的這個滑板鞋 或是Nike SB 比較輕薄的 像是Arriyu 或是Cherro 2 這種 比較軟 比較薄的材質 那雖然他沒有安全感 比較沒有啦 但是他Breaking in的時間 其實沒有 直接穿了就非常有板桿 所以在一個包覆 還有板桿的一個 拿捏下 可以做一個參考 所以這雙鞋 其實相對來說 會比較有安全感 但是確實是比較僵硬 需要磨合期 剛剛是Ramp 那針對於晚池的滑行來說 這雙鞋 因為這個鞋底真的是蠻舒服的 Drop in之後 感覺也非常的具有緩衝力 那在Curving上 或是Keyton上 這些轉彎壓 都非常的正常 並沒有所阻礙 那我覺得有所阻礙的是 因為我跟這雙鞋騎 還不熟啦 那剛開始穿 因為他比較僵硬 所以其實我滑起來的時候 不太敢做百分之百的延伸 或者是百分之百的去出我的力氣 所以滑起來還是有點緊張啦 就是 覺得還是沒辦法放得很開 所以我覺得 在整體滑行表現上 沒有辦法把我 把我自己的滑行功力 展現到最好 那主要是跟這雙鞋還不熟啦 那當然 我可能我自己技術還不夠好 所以在裝備上 對我來說 我覺得影響蠻大的 就過往經驗 如果剛換新的版身 或是輪架 其實都會有這樣的適應期 所以不能怪他 在臀跳的部分 跳歐立的時候 會感覺他的 落地的緩衝非常好 那安全感十足 落地的時候會 踩起來非常穩固 但是我覺得很明顯 就是不太好跳 那我覺得我跳的功力 整個就打折了 大概打個 變成六折 七折 其實 但還是可以做得出 我有感覺的臀跳 但是很難 認真跳 其實還是做得到 但是並不是那麼輕鬆可以做到 就是會必須要更專注在 腳的掌控上 比較驚喜的是 我也以為這種半筒 會跟高筒鞋一樣 很難翻腳 不好刷 但其實不會 還蠻好刷的 不得不說 鞋底的POP CUSH 在緩衝上真的是很不錯 耐衝擊 試了一下衝浪滑板 在這樣扭動腳踝的這種駕馭上 其實表現是還不錯的 那剛剛一開始有提到 我在穿這雙鞋走路的時候 後腳跟會有脫腳的情況 那在滑板的情況下 因為大部分都在板上滑行 所以脫腳的情況並不是那麼明顯 但是在PUSH的時候 右腳往下踢的時候 正常是還OK 但是如果我要很快速的PUSH 在跑很快的跑動當中的情況下 其實這個後腳脫腳的情況就很明顯 在特別用力的情況下 後腳跟就會做一些移動 或是摩擦 就是脫腳的這種情況 蠻明顯的 所以這種情況會蠻特別 就是這雙鞋整體感覺就是 前半段保護非常的足夠 但是後半段的保護卻是有點鬆脫 這是非常奇怪的 如果去詢問擁有Half Cap的朋友 他們穿Half Cap並沒有這樣的情況 似乎只有我有遇到這種狀況 所以有可能是我個人的感受問題 那我去詢問其他擁有VANS的朋友 他們都是也有遇到 類似後腳跟磨腳或脫腳的情況 但是鞋帶只要綁緊 基本上這個問題就可以解決 那會磨腳的大部分都是這種 All School的這種 帆布鞋的型號 那或是 也有人有跟我說他是高瞳的VANS 也是有遇到這種狀況 但是說實在 鞋帶只要記到最上面的孔洞 綁緊一點 這種問題就可以排除 那目前我遇到這個狀況是沒有辦法排除的 就算綁緊一點 後腳跟就還是會鬆脫 那我一直覺得可能是我個人的用鞋情況 但是畢竟我也 穿過超多鞋子的各家品牌 說真的 後腳跟脫腳的情況我還真的沒遇到 就算遇到真的就如所言 鞋帶綁緊一點就OK了 但是這雙鞋我就是遇到這樣的狀況 那我去買了這個後腳跟的這個保護貼 來減少這個脫腳的問題 讓我的後腳跟更加的穩固 最後做個總結 這雙鞋穿回來之後會發現 他非常耐髒 整雙鞋還是跟新的一樣 歐力的部分摩擦也沒有什麼痕跡 所以非常的耐用 堅固 這是這雙鞋很大的優點 再來他的鞋底非常的耐滑 紫滑 那整雙鞋其實耐髒 紫滑 然後保護性非常的好 所以我覺得這雙鞋非常耐操的 那我覺得缺點就是他必須要有一個磨合期 他非常的僵硬 所以你必須要花時間去跟他穿久 把他穿軟 穿到舒適 那再來是我有遇到後腳跟脫腳的問題 整體這雙鞋大概就是這樣子的一個感受 滑地形 交通版 我覺得這個目前是很OK的 那如果要做地板招 這雙鞋一開始對我來說是會打折扣的 沒有辦法讓我有更好的表現 結論就是他的造型整體都非常的吸引人 所以感覺就是彈一段感情 你遇到一個非常心儀的對象 你終於跟他交往了 但是過程當中你會覺得還是有點受委屈 就是你很喜歡 但是你還是受委屈的 我覺得就是這樣的一個感覺 好 這就是這一雙Halfcap的討論 那這是我個人的一個感受 供大家做參考 Vance of the World 滑板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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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提供